像你走在波兰那种小镇里面 基本上就忘掉了这个什么钱 什么名义 什么权利的 全都放弃了 特别的宁静 听着这个铒铒的马鸡声 大家可以听到吗 身后就是马 一切都变得 非常的惬意 实际上你看 欧洲这些国家基本上走的 都是一种高福利的政策 什么叫高福利呢 郎先平的话讲就是偿富渔民 如果你说按照我的话讲 就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把钱 花在人民身上 花在这些装修上 看到了吗 房子装修上 道路的整洁上 人民的福利上 福利包括 学生看电影是半家 租车免费 自来水什么的 外面有一些免费的水龙头 公共厕所也免费 这些都给是靠政府投钱的 你不投钱的话 你这些东西是运行不起来的 因为它是相当于公立 公立性的 这样的话政府就得花很多钱 但是中国呢 正好是相反的 政府还有钱 老百姓很穷 所以跟这些国家相比 都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说你看这个丹麦的 这个丹麦去了 波兰的这个经济很不好 但是呢 你看人家也把经济 把这个国家玩转起来了 那